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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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听众 观众 大家下午好 今天这个人气暴涨 本来这个场地不是这个场 但是不够用 这说明我们这个李老师的影响力 也说明我们香港苏展的这个魅力 那么在这个李老师讲座之前呢 我们想了解一下 我们这么多热情的听众 都是从哪来的 可不可以举手一下 来自这个中国大陆的内地的举手 哇 哇 八成了是吧 来自这个台湾的举手 台湾的 香港本地的呢 香港本地的 嗯 好 明白了 说明那个 我们还是内地的读者最多 粉丝最多 那么我们香港的现在也很多 还有一个呢 这个在讲座之前呢 我们看看有没有四八岁以下的 儿童不移的 因为今天这个题材比较敏感 这个不要出现法律问题 希望大家这个互相监督一下啊 有的就赶快出去啊 这个 那么我想呢这个 大家都急于听李老师的讲座 我呢就在介绍李老师 我花很 几分钟的时间 就不啰嗦地讲 把宝贵的时间留给李老师 留给大家 那么对于李老师的简历呢 因为网上都有呢 我就不重复了 我想呢 就是说对于李老师呢 就是说 很多介绍都给他很多标签 包括公共知识分子 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啦 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啦 包括第一个研究性的这个学者啦 还有这个王小波的遗孀啦 还有这个 包括他的个人生活呢 有很多很多标签 那么这个标签呢 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 我想就是可能每个读者 还有社会的听众 从自己的经验 从自己的观感得出来的 那么我们只有听到真实的李银河 听一听他的讲座 看看他的书 可能我们才有自己的判断 比如说像我吧 这个在今天主持之前啊 我虽然看过李老师的一些博客啊 一些言论啊 但是真的没有系统地读过他的著作 因为我对于社会学确实感到很陌生 这本来也是一个新兴的学科 可是我通读了这个十多本他的著作以后呢 才感觉到这个很多感受 应该是自己来了解 那么从我 我今天就不是说一个大家的介绍 从我这个很粗浅的翻阅书本 这个十多本书本 我觉得有几点我自己的感受啊 第一点 我觉得他是一个学院派的非常严谨的社会学研究者 我们看他从李银河从1978年开始 好像我们看的这个百度上介绍啊 第一本书到去年15年它的自传 《人间彩密记》好像是有48本 我不知道这颗数字对不对啊 而且基本上都是学术性的著作 那么这一著作我们读的时候 我插一句啊 这个有很多是重复出版的 就是比如说出了一次 然后又出了两次三次 没那么多 没那么多 总之也有几十本也是相当多 而且这一著作呢 我觉得读起来还是比较费劲的 因为它是非常学术性的 典型的社会学的著作 比如说很多理论 很多哲学的观点 很多社会学的观点 还有很多调查的数据 这些呢就是很严谨的学术著作 那么他自己也说呢 他的研究方向呢 实际上是包括三个 一个是婚姻和家庭 这里面有很多著作 第二个呢就是性别 这个男女平等 女性的妇女的地位 第三个是性 这三个方面都有大量的著作 可是呢很多人呢就看中了解呢 就是他是性这方面的专家 好像他指研究性 实际上呢他是研究多个领域 多个领域 所以是一个非常严谨的 学院派的社会学家 这是我的第一点感受 第二点呢 我是觉得他引领了很多 学术性的这个热点的题材 突破了很多领域的空白 那么为这个很多弱势的群体 进行呐喊 争取大家的民主平等的权利 那么这一块呢 我想呢他研究的题材在社会学里面是比较小众的 也是属于一些比较边缘的 那么这是他自己喜欢的 也是大家感兴趣的 所以他在这方面的贡献 就更加多 那么我自己也感觉他 这个对这些学术的贡献 包括普及了社会学 普及了这个性学 提上男女平等 提上这个对女权的研究 也非常的走在前面 还有呢就是他对同性婚姻 婚姻的模式 以性的模式的多元化 证明 对这个人的本性的权利的这个维护和倡导 这些我都是觉得它是非常大的贡献 那么在这种先锋的这个边缘的小众的 这样的这个社会学里面呢 有几点就比如说包括妇女的女权主义的 那么网上有很多说它是先锋的女权主义 实际上它的女权只是讲男女平等 这个实际上谈不上是先锋 并不是说女性要超 要比男性要强悍 这个呢实际上是他的观点呢 是讲男女平等 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 是第一个研究性 本来这个性这个问题是人类自然的 俗性 可是因为我们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社会 这么统治阶层的对这个礼教 这样的一种束缚 使我们中国人觉得这个性啊 是一个敏感话题 不能提不敢提 性变成了淫秽 这性现在变成了淫秽 所以呢你研究性 你还是一个女性的专家 好像你就大理不道 所以这里实际上它是做的是普及的工作 是一个学术研究工作 也是讲了人的本性 不然的话 为什么很多人在提起李英和老师的时候 第一句就是说第一个研究性的 那么我相信很多对李老师感兴趣的 一方面是真的热爱他的学术 是不是也有相当多的人是因为好奇 因为性的好奇或者感兴趣 或者是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的 是吧 这都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第二个 他在性本身是一个小众的 他还研究了又是性的更加小众的 包括同性恋 包括这个略恋 那这些呢但是事实存在的 所以大家觉得还很先锋 那么包括对同性恋的这个体验 要婚姻的合法化等等吧 第三点呢 我觉得他的人生观是我们非常敬佩的 他的真实 坦诚 天真 淳朴 能够很真实地表达自己 他昨天在这个民作家朗诵会上 李老师朗诵的是存在的意义 他就提到了 生命本身虽然没有意义 但有些事情 这个可以让这个 有些事情可以使生命有意义 他想让自由和美丽把生命充实 这里面有很多的观点 等于会他自己在讲 那么今天呢他就写了自己的自传 同时也是他这个最新的研究的成果 略恋亚文化 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题材 来为我们香港书展的读者讲解 我们现在就有请李老师 大家好 下午好 我这个讲之前呢我先说几句废话吧 就是那个我发现每次香港书展 从大陆请每次大概有十几个作家吧 人家多数都是文学家写小说的 可是我是搞社会学的 所以你比如说这次来的十几个人里头 他们全都是文学家 只有我一个是搞社会学的 所以有点怪怪的感觉 但是呢自从我六十岁退休以后呢 我确实也开始了一个新的 开始写小说 到现在为止呢我已经写了五部中短篇小说集 两部长篇小说 其中有三本 就是刚刚在香港出版了 就是中短篇小说集 那么这些小说呢只有一个主题就是虐恋 大家可能也挺奇怪的 说怎么回事 为什么不写别的 我也是写别的 别的都写不出来 就只有这一个冲动 就写虐恋小说 那么这也是我今天选择这个讲演题目 就是讲这个虐恋亚文化这个原因 那么我现在就开始 就讲讲这个虐恋是怎么回事 这个虐恋这个词呢 英文是Sedo-Masochism 有时又简称SM 这个概念呢最早是由艾滨这个创造的 是他首次把这个虐 施虐倾向啊 就是叫Sedism 和这个受虐倾向Masochism 这两个概念引进学术界 使之成为被广泛接受和使用的概念 受虐这个词呢 是他用奥地利作家马索克的名字演化而成的 但是施虐倾向这个词不是他首创的 而是最早 这个是在1836年 出现在法国的字典中间的 到19世纪80年代才传到德国 我采用这个虐恋这个意法 是怎么来的呢 是我国老一辈的 最老最老的 这个社会学家潘光淡先生提出来的 这个潘光淡啊是 大家可能不太知道他名字 他是费孝通的老师 费孝通是我的老师 你想想啊 这是祖师爷提出来的 这个 这个词呢 这个词呢 我觉得是令人积节赞赏啊 因为它不仅简洁 而且表达出一层特殊的含义 这种倾向和人类的恋爱行为有关 而不仅仅是施虐和受虐活动 虐恋呢似乎是一个离中国相当遥远的世界 至少在表面上看是这样的 中国既没有虐恋者的俱乐部 也没有很多的虐恋者去心理医生那儿求治 有西方人把这个看成是一个中国特色 他们说在中国的色情艺术品当中 攻击性或者虐恋的形象极其罕见 然而我坚信中国的文化虽然有其特殊性 但是中国人和世界上其他人的共同点多于不同点 这是基于我在中国和国外 其他地方多年生活的经验之谈 在我多年的调查研究生涯中 也确实遇到过这个虐恋的个案 在关于女性的性与爱的调查当中 就有虐恋个案 在关于男同性恋的调查当中 也有虐恋个案 还有从杂志社转来的 向他们求助的虐恋个案 最近呢我的那个微信就是公号 我开了一个就是每礼拜 我回答两次大家的问题 就是网友的问题 然后呢也有很多就是涉及虐恋的 这种问题 至少这个虽然数量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至少证明虐恋绝不是其他文化中特有的现象 人稿研究总要给自己找合法性 我曾经在另一个研究中引福科之言 证明好奇心可以成为研究的理由 但这还不够 虐恋现象不仅是神秘有趣的社会现象 而且在当今世界有着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可以预言它在人类生活中所占的分量 还会继续加重 这不仅是因为有更多的人参与虐恋活动 如福科所说的 这种现象是一种比过去更为普遍的实践 这是福科的原话 就说虐恋这种现象是一种比过去更为普遍的实践 也不仅因为虐恋的形象在大众传媒中出现的越来越频繁 而且因为虐恋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性倾向 对于理解人类的性本质 性活动 对于理解和建立亲密而强烈的人际关系 对于理解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关系 对于理解一般人性 以及人的肉体和精神状况 都是很有启发性的 在我看来呢 性思潮当中最具革命意义的有两个分离 第一个分离呢 就是把性快感和生殖分离开来 这一点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大多数人的实践 就连最看重生育的中国人也参加进这个实践当中了 虽然有很多人呢是迫于计划生育政策 而不得不改变了他们对性的观念 除非就是他生了那一两个孩子之后 就完全不做了 就完全禁欲 他必须得把这个性活动 性快感和这个生育分开了 那么第二个这个最具革命意义的分离呢 是把这个性快感跟生殖器 跟生殖器官分离开来 在当今世界中有一种最先进的性思潮 是让性活动走出生殖器官的范围 把它扩展到身体的其他部分 社会批判学派在论述这种思潮的意义 女权主义也在讨论这种思潮对于女性的特殊的价值 而虐恋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它使快感和生殖器官分离 在虐恋活动中有时甚至可以完全脱离生殖器官 正如福科有一次讲 他说虐恋的另一个观念是把身体的所有部分 都变成性的工具 把身体的所有部分都变成性的工具 这一点我到下面还会详细讲 福科以虐恋活动为证据提出了快感的非性化 快感的非性化这个观念 这就使虐恋不再仅仅是少数人追求快感的活动 而具有了开发人的身心领域 创造新的快感形式的意义 虐恋还有一个重大的哲学意义 理性一直是被最为看重的一种价值 它似乎代表了启蒙和进步 与中世纪的蒙昧相对立 人们不仅认为理性是优于非理性 而且认为应当用理性来解释一切 而实际上有许多事是不能用理性来解释的 比如说艺术和人对美的感觉 就是很难用理性来解释的 虐恋就有一点像一种艺术 它是生活的艺术 是性的艺术 福科关于虐恋的最常被人引用的一段名言 就是说为这一实践赋予的概念 不像爱的概念那么久远 它是一种广泛的文化现象 精确地说出现于18世纪末年 它造成了西方想象力的一次最伟大的转变 向心灵的沾望状态的非理性转变 这个沾望这个词就是一个盐子盘 一个沾天佑那个沾望就是那个妄想的望 它指着一种幻觉 就是一种幻觉 一种有点意识不清的那种状态 福科认为虐恋不是一种性变态 而是一个文化现象 是欲望的无限想象 虐恋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广泛的文化现象 还在于它造成了西方想象力的一次最伟大的非理性转变 我想福科之所以会为非理性赋予正面意义 可能是认为就是启蒙运动以来对理性的强调过了头 有点矫枉过正了 这也正是当今西方许多新思潮 比如说后现代主义 女权主义等等的看法 有些激进女权主义者 甚至把理性和男权社会联系在一起加以批判 为非理性证明 按照这种逻辑 所以虐恋活动也具有为非理性赋予正面价值的意义 此外呢还值得一提的是虐恋活动的娱乐价值 它是一种成年人的游戏 是一种平常人的戏剧活动 它可以把寻常的生活变为戏剧 它为暗淡的生活增加色彩 为乏味的生活增加趣味 使平淡变为强烈 使疏远变为亲密 它又是一种优雅的消闲活动 这也是越来越多有闲有钱的人们参与其中的原因 说到有钱有闲 大多数的中国人会略感不快 因为他们大多数无钱无闲 我相信这也是虐恋活动在西方发达国家极为活跃 而在中国却较为少见的原因之一 但是我对大多数中国人会变得越来越有钱有闲 是持乐观态度的 因此呢不必超前消费之闲 把这个虐恋世界的秘密乐趣皆是一二 就算让有钱有闲和即将有钱有闲的中国人看点西洋景吧 我对虐恋的定义是这样的 就是它是一种将快感与痛感联系在一起的性活动 或者说是一种通过痛感获得快感的性活动 必须加以说明的是所谓痛感有两个内涵 一个呢是肉体的痛苦 比如说由鞭打导致的痛感 第二个呢是精神的痛苦 如统治和服从关系当中的羞辱 所导致的痛苦的感觉 如果对他人施加痛苦 可以导致自身的性唤起 那就属于施虐倾向范畴 如果接受痛苦 可以导致自身的性唤起 那就属于受虐倾向范畴 虐恋关系当中最主要的内容是统治与屈从的关系 和导致心理和肉体痛苦的行为 虐恋活动中最常见的两种形式 一个是鞭打 一个是捆绑 因此呢有人又把虐恋活动概括为D and B D就是Discipline Discipline就是包括惩罚鞭打 和这个B呢就是搬对纸 就是捆绑 或者就是简写为D B SM 是吧 这个就是这样 那么就是有一位心理学家瑞克 他为虐恋下过一个形象的定义 他这样说啊 他说一位威尼斯智者说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只要女人既能令他快乐 又能令他不快乐 他就是个年轻人 如果女人只能令他快乐 他就是一个中年人 如果女人既不能令他快乐 又不能令他不快乐 他就是一个老年人 现在呢我们不论年龄 有受虐倾向的人属于哪一类呢 他是一个只有令他不快乐 才能令他快乐的人 这个定义非常有趣啊 就是所以高度概括地说呢 虐恋倾向就是快感与痛感的结合 那么关于这个虐恋的这个 它的规模到底是多大呢 这个在人群里头 这个关于虐恋的大规模的社会调查不多 其中呢以虐恋为内容的专项调查更少 那么目前我们可以找到的最早的统计资料 是金西调查中的这个数字 金西报告表明有约五分之一的男性 和八分之一的女性 对虐恋类的故事有过性唤起的反应 关于虐恋活动这个 和有虐恋倾向的人 比较保守的估计呢 是在人口中不超过百分之十 另一种估计呢比例要大得多 这个估计呢是根据一些这个经验调查看出来的 做出来的就是至少有百分之三十的人 用虐恋游戏增强性活动的效果 有更大比例的人承认 他们的性幻想当中包含统治与服从的因素 如果这个统计数字要是属实的话 就有的就是以虐恋为变态的说法就不能成立了 就是百分之三十它绝对应当算是常态 而不是变态了 那么有一位虐恋者是非常欣慰地说 说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人有如此之多 我们是如此的不同而又是如此的一致 这真是一件令人快意的事 那么就根据我的了解呢 大陆目前的性玩具市场消费额当中 虐恋类的工具玩具占百分之十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它的覆盖面还是挺大的 在人群中占比挺大的 在虐恋亚文化当中呢 虐恋者之间的关系是各种各样的 从关系的时间长短来看 既有短期的临时伴侣 也有长期伴侣 有的人甚至是夫妻的关系 既有几十年的关系 也有几个月几天的关系 从生活方式的角度看 对有些人来说 虐恋的角色是全天候的 或者是专职的生活方式 他们叫724 就是一礼拜七天一天24小时 我这小说里头还专门有一篇的题目 就叫724 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 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呢 虐恋只是临时工作式的 或者是兼职式的 周末相聚或者是假期共同出去度假 从虐恋的角色扮演来看 有的像富与子的关系 有的是主人和奴隶的关系 有的是教师和学生的关系 有的是典狱长和秋图的关系 有的是军官和士兵的关系 大夫和病人的关系之类的 都有各种角色扮演 关于这个角色互换的问题 既有施虐受虐角色始终固定不变的关系 也有施虐受虐角色互换的关系 那么如果我们从性别来看 就是包括有四大类 第一类就是男性施虐 女性受虐 第二类是女性施虐 男性受虐 第三类是男男关系 第四类是女女关系 尽管虐恋关系之间 这个差异是如此之大 但是他们还是有一些共同特征的 我把他的共同特征概括为以下这些十几点吧 有十几种 这个虐恋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共同特征就是 参与者是自愿的 这就是真正的暴力 即施暴者 受害者和虐恋关系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虐恋就像色情领域的阴和阳 相互的关注和尊重是最重要的 在相互自愿和尊重这些原则当中 最重要的原则是自愿 就像有一位这个学者是这样讲 说自愿是虐恋的核心概念 如果一个人是不自愿的 那么地牢的门对他是关闭的 他们当中有很多人 这个是玩的时候会修地牢啊什么 有的人 我认识一个美国加州大学的一个教授 非常非常有名叫Gail Rubin 他专门做虐恋研究 他自己也喜欢虐恋 然后他们家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大名门望族 然后他就把他自己家的那个地下室改成了刑讯室 就是牢房 这个玩得比较疯的 有一种相反的观点认为 说一位真正的施虐者对于自愿的受虐者是不会感兴趣的 这也是一种 而只对不自愿的受虐者感兴趣 这个我觉得今天可能没有时间详细地讲了 反正这也是一种观点吧 但是实际上呢他的观点就是说 在比如说他举的是那个萨德 萨德的那个小说里头 所有的施虐受虐就是受虐的人都是不自愿的 这个萨德这个人他就是特别特别有名的 这个就是Sidism 就是施虐狂这个词就是从他的名字演变而来的 但是他这个人呢不但写这个虐恋小说 而且他自己就是还到街上把一个女的弄到家里来鞭打人家什么 结果为这个也为了他的写作 他一辈子都在坐监狱 是吧 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他是被从这个巴士抵御放出来什么什么之类的 但是他这种情况真的比较特殊 就是这个在现代的这个虐恋 这个亚文化当中啊 自愿是首要的原则 那么虐恋活动的第二个共同特征呢 就是说在活动之前 双方往往会事先就角色分配 活动内容 情节 场景等等细节做好约定 虐恋活动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则是 当事人在举行活动之前 研究整个活动中非常坦诚和详尽的讨论 一旦决定建立关系 双方大都会 就是对即将发生的行为细节做详细的约定 就是施虐和受虐 这个双方啊 这个就是肉体的痛苦或者心理的羞辱 大多是遵循一个事先仔细安排好的脚本 对预期的情节的任何的改动 都有可能降低性快感的程度 和这个活动的满意度 双方必须要约定的内容 包括什么样的剧情和角色 可以使双方得到性唤起 要不要第三人或者更多的人参加 他们都是些什么人 双方能忍受到忍受的限度是什么 可不可以用安全词叫safe word 这个安全词呢是因为你在行为过程中 当一个人说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 你停下来我受不了了什么之类的 这个时候呢你对方不知道 这个施虐的人不知道他说的话是真还是假 而且呢说不的一方呢可能是在约束之中 就是被绑着 不可能主动地躲开 他已经不能再忍受的疼痛 那么为这种情况呢 就要事先约好安全词 就是比如说完全不相干的一个词 比如说 就不是这个场景中的台词 是吧 因为当你说哎呀我受不了了什么 这可能还是台词 是吧 你就说一个 比如说 苹果 那个 桃子 或者是什么 红色 或者什么的 这就是安全词 这个词一出口 就必须得 施虐方就必须马上停下来了 安全词的约定 然后采用什么样的性安全措施 什么样的行为和角色会唤起不愉快的回忆 因此是应当避免的 什么时候结束这次活动等等都要约好 如果违反了事先约定的情节 虐恋活动会出现危险 导致这个惊慌 或者这个愤怒是吧 有的还真的就后来就会 就跑到 就是那种伤害 会到医院的去抢救什么的 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啊 因此在这个商业性的这个 虐恋活动当中呢 施虐一方要有精神和物质 两方面的技巧 一位虐恋的专职女主人 就是我们叫什么女王什么的啊 就有这么一个人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在虐恋活动中 的确需要懂行的人 因为他很容易失控 你必须始终保持冷静 那么这个虐恋活动的第三个共同特征呢 是在大多数情况下 总是由受虐的一方 而不是施虐的一方 来安排和控制活动的内容和程度 受虐者清楚知道 能唤起自己性欲的疼痛的程度 因此呢 他们在性活动之中之前 大多和这个伴侣协商妥当 使自己所能承受的疼痛程度 不至于被超过 在金西收集的档案当中 有一部这个虐恋活动的纪录片 大家知道在印第安纳大学吧 有一个金西研究所 他留了大量的就是他调查的这个资料 和其中也包括纪录片 那么这个纪录片当中呢 有这样一个情节就是有一位施虐者 把燃烧的蜡烛油滴在被捆起来的伴侣的阴镜上面 但是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他极其仔细地观察受虐者的表情 当他看到对方快忍受不了的时候 就会把蜡烛移开直到蜡油冷却 有一位观察者就这样说 他说他看了这个纪录片呢 他说我突然意识到实际上是受虐者 在控制着施虐者的手 有人甚至认为虐恋行为可以被视为受虐者的 自卫活动在戏剧舞台上的演出 施虐者所出演的角色呢 是为了帮助受虐者实现他的幻想 受虐者对整个表演的控制权和导演权 必须受到施虐者的尊重 如果施虐者超出了约定的角色 比如说把受虐的人鞭打得太厉害 超过了受虐者的忍受限度 如果这个施虐者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过分投入 或者是过于自行歧视的时候 整个游戏就失败了 当然在一次成功的虐恋活动当中 虽然是受虐者在控制整个事件的过程 但是施虐者必须有很好的直觉 知道什么情况下应当继续 无论受虐者在怎样哭喊抗议 什么情况下应当停止 那么虐恋群体的第四个特征呢 就是受虐者多于施虐者 有一位这个研究人员 研究学者叫做Nancy Friday 她呢对三千名男性的性幻想做了一个调查 在这些男性的性幻想当中 统治女性的欲望似乎是个例外 而不是规律 在她的调查对象当中 男性受虐与施虐的这个性 男性的这个受虐和施虐的性幻想的比例是4比1 就是受虐是4 施虐是1 是这么样一个受虐要多于施虐 她的调查结果呢 跟这个对卖银业的调查是相符的 就是他们的顾客当中 花钱做受虐 花钱受虐的人数 要超过 远远超过 这个花钱做施虐的这个角色的人 男人几乎像女人一样 喜欢在这个性幻想当中 选择受虐的角色 把这个疼痛 视为快乐的象征性的代价 对于渴望那些 在他们看来 就是好像这些人对于 就是在他们看来是肮脏的行为 有负罪感 就是所以他必须是要受虐 要受惩罚的 那么对这个现象呢 有一种解释 就是说呀 这个在虐恋活动当中 施虐的一方是比较费力的 就是他必须掌握所发生的一切啊 要掌控 要发明各种情节和动作 要注意掌握限度 不能使对方受到真正的伤害 而受虐一方呢 只是听命而行 比较轻松 因此据圈内人说呢 受虐者的比例总是大大超过施虐者的原因 在于人性的懒惰 就是去做事 不如听命去做事 这个受虐不就是去人别人 让你怎么着就怎么着 这个传统两性关系中 一向由男性占据的光荣的统治地位 在虐恋关系当中 无论对男人女人 都丧失了吸引力 由于需求巨大 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个 被称为为受虐倾向服务的人群 他们并不一定是 喜欢统治角色的人 但是同意扮演这个角色 除了心理原因呢 受虐角色更吸引人 是因为他收益更大 受虐一方总是处于注意的中心 是虐恋戏剧当中的真正的消费者 施虐一方呢 只是在满足他这个男人或这个女人的欲望 是虐恋活动中的服务方 所以很多收费女王 她们完全是提供性服务的 所以这个东西也是在卖银业的调查当中 就是对性交易的 就是如果你去到女王那儿去受一次虐 比一般的性交要贵得多 那个行情就是那样 那么虐恋 虐恋关系当中的第五个特征呢 第五个特征是施虐倾向和受虐倾向 往往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 也就是说虐恋的主动形式和被动形式 常常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 这是弗洛伊德最先提出的看法 他说 他这样说弗洛伊德 他说一个在性关系当中 能够从对他人施加痛苦当中感到快乐的人 也能够享受从性关系中接受痛苦的快乐 一个有施虐倾向的人 通常同时又是一个有受虐倾向的人 虽然这一变态的主动或被动方面 在他身上发展的更为强烈 在他的活动中表现为主要倾向 就是说他可以换角色的 但是呢往往呢人会比较的倾向于 更倾向于施虐或者是他更倾向于受虐 他会有一个轻重不同 弗洛伊德他认为呢施虐者大多都有过受虐的经历 恰恰因为施虐者自身曾经有过将快感和痛感联系在一起的体验 他才能够通过施加痛苦这个疼痛获得快乐 如果一个施虐者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把痛感和快感联系在一起的受虐经验 他很难从他人的痛苦当中发现快乐 而且弗洛伊德还认为这种对立面的结合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他把这种现象同双性恋中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结合联系起来 这两者的区别和对立在心理分析当中 常常被表述为主动性与被动性的区别和对立 那么这个虐恋活动的第六个共同特征呢 是幻想的极端重要性 在幻想幻想在他们的活动中占特别重要的地位 在虐恋活动当中 幻想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些实力可以举 比如说一位因为杀鸡的景象而幸唤起的人 渐渐变成一见到鸡腿就会唤起 一位因为学校鞭打学生 而这个幸唤起的人 会变成一看到绷紧的裤子就幸唤起 一位因为献祭的幻想 就是作为祭品来奉献献祭 而幸唤起的人呢 变成只要是看到被捆绑起来的人 他就会唤起 还有人听到铁链的响声 或者听到鞭打这个词就幸唤起 这是否说明幻想这个是不重要的呢 瑞克的看法完全相反 他认为这种景象恰恰成为幻想的释放的闸门 一旦开启这道闸门 所有的幻想就喷涌而出 有些有受虐倾向的人呢 仅仅因为受责骂受羞辱就可以得到性兴奋 这个瑞克他是一个心理学家了 他举了这么一个案例 这个再早年就是那些去求治的 那个也算是个病例是吧 这个当事人呢 就是这个人来看病这个人呢 他说他只要听到父亲常说的一句话 就是你小心点不许再犯 然后他就马上就兴奋 是吧 然后呢他跪在地上 一遍又一遍地听这句话 然后直到最后他带着恐惧的表情说 我可以站起来了吗 是吧 这样是吧 所以在这个幻想呢 在这里面起到非常重大的作用 那么虐恋活动的第七个共同特征 是他的游戏性质 是吧 这个表演性质 仪式性质和象征性质 这个虐恋活动的主旨呢 是把现实转换为戏剧 以及身份和角色的转换 从奴隶转换为主人 成人转换为婴儿 他们那个虐恋里头有一只 就是半那个婴儿 这个把什么一个 一个很岁数很大的胖大的男人 就是要带上那个儿童的那个尿布湿什么的 什么的 就这样得到性快感 痛感转换为快感 男性转换为女性 然后再换回来 这也是他同真正的残忍的暴力的区别的所在 在大多数情况下呢 这类活动都只包含轻微的或者是游戏性的伤害 很少导致真正的肉体疼痛和暴力 在虐恋社群当中 人们是把这个伤害和羌害做出了区分的 这个伤害英文就是hurting 是吧 羌害呢是harming 是吧 这两个词 这个我是这样翻的 一个分成伤害 一个是羌害 它们是分出来的是吧 那么这个伤害呢 它只造成心理或者生理的痛楚 后者就是那个羌害呢 才是造成真正需要医药救治的肉体伤害 在虐恋活动当中 真正造成性伙伴受伤到到需要救治程度的情况 是极为罕见的 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无缘无故的暴力 不会使有受虐倾向的人感到性感 也不会进入到他们的活动当中去 那么虐恋的第八个特征呢 是它的表演性和它的挑逗性 这个虐恋活动呢 有一种把折磨 痛苦 羞辱表演出来的冲动 这个卢梭就是十八十 就是那个非常有名的那个 写那个艾米尔的那个卢梭啊 法国人 他曾经讲过 他也是有受虐倾向的 他就是小的时候 他八岁的时候 有一个那个 就是他的家庭教师啊 就是鞭打他 有一次然后他就突然就是有了性的感觉 所以他以后就老盼着那个 那个女教师来鞭打他 那么他也这样讲过 他说尽管他感到羞耻之极 他还是有一种像路过的女人露出赤裸的 臀部的冲动表现出虐恋的录音性质 又可称为挑逗性 这种暴露或者希望被人看到的冲动 实际上是对性惩罚的期待 就是他希望受到惩罚 有些暴露冲动呢 在想象当中是可以完成的 就是可以在想象中就完成啊 达到性满足 这个有一位这个幻想被放在屠宰的岸上 枝解的女孩 仅仅想象别人都不理睬她 就是就可以这个 就是性唤起 那么一位定期去妓女那里受鞭打的男人说呢 脱衣动作和这个暴露臀部 并不比随后的鞭打更不重要 就是说他 就是人家让他把衣服脱了 把屁股露出来 他就已经就唤起了 也在他唤起中非常重要 那么自恋的倾向在暴露中也很重要 是吧 在一位有献祭幻想的男性的想象当中呢 所有的被送上祭坛的男子都是最漂亮的 那么受虐者的挑逗性表现呢 就像一个淘气孩子 对他妈妈说 如果我继续这样做 你会怎么对待我 这是受虐者的捣乱和淘气 就是为了激怒施虐者的这种一种方式 很多受虐者总是在被残忍地对待着 之后才屈从于某种行为 好像如果不受责备和羞辱 他们就不能做这件事 激怒对方的一个典型的势力 这个是河马 就是很有名的那个河马 就是古希腊的那个 他不断地讽刺和挖苦希腊的英雄 直到受到了一次非常猛烈的边形 他可以被视为挑逗式的受虐者的典型 那么虐恋的第九个特征呢 就是等待和悬念 在这个马索克的这个 马索克写的那个 威纳斯 in fur 就是穿貂皮衣的威纳斯 这个一个 就马索克的名字就是 后来的受虐狂的那个 那个 就从他的名字来的嘛 Masochism 那个在马索克的小说当中呢 有大量被吊起来 被钉上十字架 以及其他肉体的悬吊的现象 严格地说 受虐现象就是一种等待的状态 有一位 这个有受虐倾向的人 在等待这个概念上 有最纯粹的 一位有受虐倾向的人呢 在等待这个概念上 就是在等待的这个 最纯粹的这个意义上来体验它 法国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家 叫德鲁兹 他是说 他这么说 他说 悬念 等待 恋悟和幻想 聚集在一起 形成了受虐倾向独特的星座 有很多受虐者 并不是真正地喜欢肉体疼痛 有的人甚至是很反感的 说你要是拿针扎它什么的 他也不乐意 他就是 这个受虐的快乐 来自强烈的预期 他们的快感的来源不是疼痛 而是羞辱 对羞辱的预期 则是他的佐料 这就是瑞克所说的 受虐倾向中的悬疑因素 他曾经这样说 他说受虐的快感更多 依赖于对痛苦的预期 而不是痛苦本身 那么拖延还表现为 在经历了这个惩罚 羞辱和不适之后 最终快感才会到来 悬念和预期相一致 在一个让妓女鞭打她的这个 男性的个案当中 对鞭打的期待 比鞭打本身具有更重要的作用 真正使她得到享受的 是对惩罚和羞辱的恐惧感 这个焦虑本身成为快感的要素 受虐的快感更多的是 依赖于对痛苦的期待 而不是痛苦本身 这是第九个 虐恋活动的第十个特征 就是它对想象力和创造力的 大量的需求 此类活动对想象力的需求 超过其他一切性活动 性交形式无论怎样变化 也只是一种动作而已 而虐恋活动却是戏剧 一个动作不能构成虐恋 它需要一系列的事件 而这些事件并不一定跟性有关 这样虐恋就比其他一切性行为 包含了更多的想象力和戏剧性 更多的可能性 经验调查表明 大多数虐恋者都是极富想象力和创造力的 他们在寻求性的感觉和个人实现当中 往往更强调精神而不是肉体 有一位专营虐恋服务的妓女是这样说的 她有一位顾客 是个迷恋各种制服的人 就是大家知道虐恋有一种制服控 什么警察制服啊 军队制服啊什么的 这个护士服啊什么的 她迷恋各种制服 她这个人呢 每隔一周的周五来我家 这是妓女说的啊 每次都换一套她自制的新服装 皮革的 橡胶的 防火材料的 垃圾袋 电灯泡 花 水果 金属 轮胎 无奇不有 这个人的确是个天才 这是妓女说的 有些虐恋者只需要代表其欲望的语言 他们就是在给文字上的女人写信 写自己的幻想和脚本 有些虐恋杂志在男性奴隶的照片底下 就是专门留了一个空白 旁边像学校作业指导似的就写着 我要求你在每张照片下 填上你想象的西娜夫人 对她的奴隶所说的话 就让她做作文呢 这种活动有些几乎可以同文学创作媲美 那么这个虐恋活动第十一个特征呢 就是它的幽默感 它并不完全是认真的 当然当一对这个虐恋夫妇玩虐恋游戏的时候 是很郑重的 他们穿着黑色的皮衣 履行各种仪式 气氛严肃 有时甚至很恐怖 在那个时候他们恐怕是不会笑的 但是在这整个事件当中 蕴含着巨大的幽默感 这个虐恋活动分子的这个圈子里 常常会流传着许多奇闻 异事 就是在英国 就是英国人挺喜欢虐恋的 这个在英国一年至少有一两次 这个虐恋者呢 会举办夏季烧烤晚会 在晚会上呢 人们会搞这个赛马活动 这个就是有受虐倾向的男人或者女人 会拉一个小马车 然后呢他们的主人坐在车上拿个鞭子 就是让他们快跑 就这样的一个赛马比赛 有一位虐恋者是这样说的 如果你喜欢这个他很性感 他说我个人不觉得赛马特别性感 但这些人觉得性感 从中得到很多的快乐 他说有一场比赛是三辆马车 一辆呢是男的拉车 就是男的驱从女的统治 有一辆呢是男的统治女的驱从 然后第三辆呢是一对女同性恋 然后呢跑得最慢的那个 那一对呢要因为输了比赛 要受鞭斥到最后 那么跑第二名的呢 因为弯没有拐好受鞭斥 跑第一名的呢 因为赢了比赛受鞭斥 说你确实需要有一点幽默感 但如果你参加进去它是很恐怖的 它有不同程度的活动 其中确实有一种英式幽默 它叫英式幽默 当你这个英国式的幽默 但是当你真正进入角色以后 你不会笑 你们是在私人场合做这些事 那么虐恋关系的第十二个这个特征呢 是当事人双方的关系 往往是极端亲密了解和信赖的 在虐恋关系中存在着一种亲密的交流 如果不交流 不把内心深藏的欲望告诉对方 就不可能建立起虐恋关系 因此认真的虐恋活动 是在那些互相了解非常之深的人们之间进行的 他们甚至是结了婚的 这个有的就是一对一的那个长期的伴侣 这个虐恋关系 双方啊都相信性伴侣 不会做任何真正严重伤害自己 或者造成永久性创伤的事 可以想象 如果一方能够让对方把自己捆绑起来 蒙住双眼 完全丧失行动的能力 他必须对对方极端的信赖 他极少能够同意陌生人对自己做这种事 那么这种 这里头有一个反面的例子 就是咱们国内 就是大陆出过那么一个案子 就是有一个人说 他是搞虐恋的 然后他是玩那个窒息什么的 玩窒息 就是虐恋里头有个分支 就是通过窒息 要窒息的时候才会有快感 是吧 然后呢这个人就招了六个人 把他们 就是让他们以为他是一个虐恋的对子 然后把他们一一的都吊死了 都杀害了 然后就抢了他们 这个 所以这个 这是非常非常 这个人他根本他就是一个罪犯 他不是真正的那个虐恋的伴侣 虐恋伴侣是非常要信任的是吧 因为他们处于你完全丧失行动自由 这样的一种状态有的时候 是吧 所以呢 他们 就是这种 这种 对对方要绝对的信任 这种信任呢 使人摆脱了日常生活的现实世界 在这里头蕴含着虐恋最核心 最负正面意义的内涵 就是两个人之间的真正的亲密关系 或者说是一种共谋关系 这种关系在现实社会中 并不是很容易建立的 所以这个虐恋活动的一个权威的解释者 就是我刚才提到那个Gail Rubin 他有一次他就这样说 他说好的虐恋活动对关注亲密和信赖有极大的要求 因此甚至偶然的交往也会导致很深刻的情感和长期的友谊 这是他说的 那么虐恋活动的最后一个共同特征呢 在我看来就是它的 它是带有恋悟性质 此类活动有时甚至可以完全取代生殖器性的 生殖器类的性活动 在伦敦有一家著名的虐恋俱乐部Skin2 他们这个Skin2这个俱乐部里头是没有性交的 根本就没有性交活动 那么在全交过程中 他们有一种叫全交的一种活动 这种活动一次要持续几个小时的 全交就是用人的拳头放进肛门 就这样一种活动 那么双方呢都不一定能够一直保持勃起状态 接受方可以在不勃起状态得到快感 因此有人还把这个全交叫做肛门瑜伽 Eno Yoga 那手很灵活的是吧 那么这个实践呢 这个实践因此成为福科理论的一个有力的证据 就是为福科理论所反对的两种观念是 就是身体快感只能来自性快感 性快感是所有快感之源 福科的朋友有一次对他说 在一些这个虐恋活动中有时甚至可以 就是完全不发生勃起 然后他们为这个现象的和它的象征性意义 感到兴奋和欣喜 福科从这个虐恋活动中就得出了 他关于快感的非性化这样一个重要的观点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我不认为这个就是虐恋 这一性实践活运动啊 是泄露或者暴露出 深藏于我们无意识中的虐恋倾向什么的 我认为虐恋远远超过了这个 它是对快感的新的可能性的真正创造 这种快感的可能性 是人们以前从未体验到的 这种关于虐恋 与内心深处的暴力有关的观点 关于虐恋实践是这种暴力 这种攻击性的释放的观点 是很愚昧的 我们深知 那些人在做的事情 不是什么攻击性的表现 他们是在用他们的身体的某些奇特的部位 通过身体的性感化 发明快感的新的可能性 我认为这是一种创造 一种创造性的事业 它有一个主要的特征 我称之为快感的非性化 就是非生殖器官化 快感的非生殖器官化 那种认为身体的快感 应当总是来自性快感的观念 以及那种认为性快感 是我们所有可能的快感之源的观念 我认为是相当错误的 这一实践坚持认为 我们可以从非常奇怪的事物中 从我们身体非常奇特的部位 在非常不寻常的情形中制造快感 这个是福科的话 福科这个关于快感的 这个非性化的观点 引起了很多的误解 他在说非性化的时候 所使用的这个性 实际上呢 在法文里头就是指的性器官 他说这个虐恋是快感的非性化 不是指这个就是 虐恋使快感同所有的性活动相脱离 就是 而是说虐恋使得性快感和生殖器官相脱离 虐恋活动中的捆绑 剔去毛发 乳头折磨 阴镜和膏丸折磨 穿刺 这个羞辱 鞭打和全胶 在制造强烈快感的时候 程度不同的超越了生殖器官本身 它包括身体 非生殖器部位的性感化 比如说 乳头啊 肛门啊 这个皮肤和身体的整个表面 它发现了对生殖器的 除了刺激它达到快感之外的 其他的性感用法 因此 虐恋表现为身体的性感机制的新格局 性敏感带的重新布局 打破了生殖器官对性感的传统的独裁 它甚至是对男性生殖器的重新性感化 使它成为一个脆弱的部分 而不是一个崇拜的对象 在所有这些方面 虐恋表现为现代的性主体 面对作为客体的身体 这二者的相逢导致了主体性快感 和身体之间关系的改变 虐恋就成为这种潜在的自我转变的成功实践 这是我概括的一些这个虐恋的特征 除此之外呢 虐恋活动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社会学特征 首先就是虐恋活动当中特别引人注目 争议非常大的就是它的性别特征 大多数调查表明 参与虐恋活动的男性多于女性 有受虐倾向的男性也多于女性 这个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色情小说分析 编斥者为女性的大大多于男性 而受编斥的大多是男性 那么这一点很重要 有人因此认为 在英国男人从受人编斥别人 得到更多的快感 而女人特别喜欢编斥男人 超过了男人喜欢编斥女人 而在许多异性恋 这个虐恋关系中呢 所谓传统的性角色总是被颠倒过来的 就是男人是奴隶 是屈从 是受虐 是这样的角色 这个有点剩的时间不多了 我不详细分析了 原来有对性别特征的大多的分析 那么这个真的没有时间了 那么虐恋的第二个社会学特征 就是它的阶层特征 就是这个调查表明了虐恋的倾向 越是在社会上层越常见 从小招受家庭暴力的下层阶级的子弟当中 有虐恋倾向的比较少 虐恋倾向在幸福的中产阶级家庭中 长大的人们当中盛行 这是它的 至于说为什么 这个我觉得好像也没有时间 为了给大家留点时间 这个提问 我不能再详细讲了 那么虐恋的第三个社会学特征呢 就是它的民族特征 有人提出来虐恋是非常英国味的东西 因为它是一种很沉重的东西 这个 是不是说就是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后来我也有一个分析 就是说 虐恋呢实际上它和 就是在日常生活中 对于端庄的这个强调有关 就是英国属于在这个社交活动中 特别的强调端庄的民族 因此呢羞辱会被认为特别的刺激 然后进一步被性感化 是吧 这个 那么 比如说这个 这个 虐恋在 维多利亚时代就是特别盛行 就是一个明显的原因 就是那个时期的这个 禁欲的倾向和社会风气的 极度看重端庄 是吧 所以对 因不或者修处的暴露 带来的这种 羞耻感极其强烈 是吧 所以呢 与其说这个 这个虐恋 属于某一个民族 不如说它可能 与某个民族 强调端庄 这个 程度有关 比如说日本 也是一个 特别强调社交礼仪和端庄的民族 那么虐恋雅文化在日本 也是特别的盛行 有大量的虐恋的酒吧俱乐部 这个虐恋的这种DVD 就是色情材料是吧 这个特别的多 这或许说明呢 端庄在一个文化中的地位 文化中的地位越是重要 丧失端庄 受到羞辱的 就是在人们心目中就变得越可怕 从而引起过多的焦虑 是吧 所以这个虐恋中的这个羞辱因素呢 就是对端庄的这种补偿 或者说呢 是对过度强调端庄的一种反动 那么虐恋活动的第四个社会学特征 就是它的商业价值 市场的商业这个行为 把这个虐恋行为带入性活动方式的 选择的主流之中 因为市场要求不断的创新 在这个1980年代以后啊 各种性 就是西方的性革命以后 也就是各种这个性活动方式都被开发过了 都不再新鲜 市场需要新的未开发的处女地 而唯一的处女地 也许是最后一块处女地 就是虐恋了 虐恋不仅是最后一块未经开发的处女地 而且呢 它这个虐恋活动的各种形式当中 和商业活动联系也是最多 就是说 因为虐恋带有恋物性质了 它需要各种道具 一般的这个性行为当中 人的手 口 生殖器就是工具了 而在虐恋当中呢 这些工具远远不够 需要鞭子 手铐 锁链 这个绳索 各种专门服装什么什么的 这些设备对于虐恋活动来说呢 不是可有可无的 而是必不可少的 是吧 这个 我记得我在那个旧金山 一个性用品商店 那个虐恋的 那个里面有那个特别大的 跟一个大兽笼子似的 就是跟那关老虎的那个大笼子 是吧 都有卖 是吧 你看她这个值多少钱 说这个 英国有一位专门从事这个 虐恋服饰的制造的一个女人 她制售这个皮革 这个皮衣啊 皮革的乳罩啊 各类皮带啊 吊带啊 什么什么的 然后她的这个生意非常的兴旺啊 每年的产销量都要翻一倍 是吧 这个我刚才也说了 在中国这个整个性情趣用品的市场 虐恋类的玩具占10% 是吧 这个 大家都知道前一段那个流行的那个虐恋小说哈 这个五十度灰 是吧 这个全球销量以预测以上还拍了电影 是吧 这个 就是说五十度灰 就是那一阵流行的时候说是五金店的那个棉绳脱销 就是好多人都跑去买绳子啊 玩虐恋 玩捆绑什么的 这个 当然除此之外呢 虐恋活动还有这样一些社会学的特征 它比较少发生于已婚者当中 多发生在未婚伴侣当中 从从事虐恋活动的年轻者 大大多于年长者等等 就这样一些 那么最后呢 我有一个结语哈 就是说福科曾经表达过这样一个思想 就是一个在性方面完全没有禁忌的社会 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他希望至少要保证人们选择性活动方式的自由权利 以及改变规范的自由权利 我对中国这个文化在性方面 总的看法是不乐观的 那个福科曾经批判哈批评 我们中国人对手淫的看法 停留在18世纪欧洲的水平上 不仅如此 在我看来我们对同性恋的看法和做法 还停留在西方 就是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水平上 就是那个同性恋解放运动 而对于色情材料和卖淫的看法和做法 也远远没有达到现代社会的水平 对 我们有那个 那种淫秽贫法什么的 全世界现在除了北朝鲜之外 哪儿也没有那个淫秽贫法了 都是在西方都是一两百年以前的事儿啊 淫秽贫法 因此西方学术界对于性问题的所有讨论 西方的性实践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 还是一个比较遥远的事情 那么这其中文化的因素当然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在此斗胆提出一个假设 就是假设中国文化的包袱 对于我们不再是那么沉重 假设中国人除了吃饱穿暖传宗接代之外 也有了一点对性快乐的要求 假设中国人也愿意有选择性活动方式的自由 假设中国人也喜欢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有趣更快乐一些 谢谢 谢谢李老师给大家主题的演讲 现在时间很宝贵 李老师刚才结语里说到了略恋的意义 之前讲到我们还是中世纪 实际上马克思又说过 我们中国人是个早熟的社会 到底几千年前我们就比人家早熟 怎么几千年以后我们还比人家倒退了 这个原因有很多因素 我想现在我们多一点时间留给大家提问 因为提问才是大家最感兴趣的 在提问完了以后 我们还有一个李老师的签名授书 所以后面的事情还比较多 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 需要提问的就抓紧举手 好 我们中间那个楼梯那个女孩 好 有工作人员给话筒 李老师您好 我觉得今天听过您的这个演讲 我发现之前在看50度灰的时候 一直是拿着棉被去看的 那我觉得听了您的演讲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美的一个教育篇 我觉得可能有机会我会约到家里的亲戚朋友 邻居可以一起看一下 那今天呢我就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说 你也说到了有钱和有闲的时候 这个市场就会大 那综合中之 这个中国人现在越来越有钱了 那我相信也越来越闲 所以在SIM这个市场上 这个在中国应该是会越来越大 那在这个过去的市场 有了这个行为的话 那我觉得可能在这个过程中 肯定会发生一些损 就是说不好的事情 比如说受伤啊或者是死亡 那在这个情节上面 那在中国法律 会不会有一个量刑这样一个规定 如果没有的话呢 那未来会不会有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您觉得在同性恋这个问题方面 就是中国会小比欧洲一些发达国家会落后 就是我们可能会落后几十年 那您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中国同性恋合法化可能会有 会还有多少年可能实现 谢谢 目前关于这个比如说虐恋活动 并没有什么法律是禁止的 这个可能也是一个 因为它是很小众很小众的 而且他们都在隐私的场所 像您说的那个就是说 会把人弄伤弄死 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这个一般的来说 应该不成为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所以也不会有针对它的立法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同性恋 首先这个同性恋合法化可不是 就是在中国它从来没有非法过 它不像西方有好多 比如美国好多州的同性恋都是非法的 然后慢慢地经过这个同性恋解放运动 然后宣布合法 什么在英国也是 原来像王尔德呀 什么那些图林哪 这些人都被判过刑 是吧 讲的是同性婚姻是吧 对对 我想你的意思一定也还是同性婚姻 这个什么时候能实现 这个反正这个时间表 这个东西真的很难说 就是这个一般的来说也不能够 就是所有的政治家都知道 这个时间表不能开 这个就是你一开 你说这个还有五年这个政权垮台 然后结果没垮台 然后你不就自己打脸了吗 这个所以就是关于同性婚姻什么时候有 这个时间表也是很难开的 但是呢我最近看到一个调查 我觉得特别有道理 它是这样的 就是说35岁以下的网民当中 有85%是赞成同性婚姻的 35岁以下就是网上调查 然后呢全国就是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的平均年龄是49岁 那么49减35就是14年 所以14年之后中国可以有可能批准同性婚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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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这个男生啊 非常好 哎 你们两边都有 哎 好 先生你好 我想问的问题可能跟哲学的本体论跟关系更大一点 就是什么是人 就是你做 我非常感谢你做这个非常详细的报道 让我对虐恋这个议题了解 比以前多非常非常多 我就觉得可能从很久很久以前 人类就开始思考什么是人 从柏拉图康德一系列下来 我们也对人有不同的分析 比如说人是动物性加人性 但是虐恋这东西让我们想到 其实它并不是动物性但它也不是人性 比如说你刚才讲到虐恋它把性跟性器官跟生殖都分开来 就证明其实它跟动物的本能其实关系不是很大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人的理性其实对这个是有点拒绝的 比如说像康德他的今天的道德律令一定是拒绝我们做这种这样的事情的 那其实它跟人的理性也有点偏离 那这样子我们对人的 人到底是什么其实有个更深的发问 那我觉得像你刚才讲到比如说你刚才讲到 你提到 可不可以直接提问 好 直接提问就是 其实到现代的思潮就是认为人的本性 其实并不是一个本性 我非常喜欢你刚才用那个词叫开发 开发这块处女地 而不是说它本来就有我们去发现 而是这块地应该我们去发现出来 那是不是说像虐恋人这样的亚文化 包括其他像练诗啊练童啊或者练其他的各种 在更加非主流的文化 那它能不能作为一种对人的本性其实是人创造出来 而不是说它本来有的一种佐证呢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实际上你问的是福科这一生最主要的研究主题 就是说它一直在研究主体 这个人什么是人的主体 这个东西到底是 就是我们好像说有很多东西 人性难道真的是与生俱来的吗 是所有都是那么自然而然的 它就在讲这个我们现在一般的来说 在这个对于人性 什么是人的本性或者这种东西 研究有两大派 有一派就叫做生理决定论 另外有一派叫做社会建构论 我是属于比较这个社会建构论的 就是说不管是同性恋 女性恋什么这些东西 它都不能够追到你的那个生理决定的 不是说这个人是 而是说社会在一直 社会的文化一直在塑造我们的这个本性 你比如说那人为什么很多人都是异性恋呢 就是从小人就都告诉你啊 你要是个男孩的话 你只能跟女孩交朋友 要不然你就犯错误或者什么 就不对了 你就变态了 你就什么 然后你就慢慢的形成了一个异性恋的主体似的 好像你的人性 这个不是有好多人说吗 这个西方也会有个说法说 同性恋是违反自然的犯罪 就是说同性恋不能生孩子嘛 那它就应该是违反自然的犯罪 是吧 可是实际上呢 有这个在古希腊 这个同性恋是所有的人的实践 就是每一个少年他都会有一个成年人的师傅 作为教他格斗啊 又教他这个文化啊什么之类的 还是他的姓伴 然后这些年轻人长大以后 他结婚生子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根本那个时候就连同性恋的这个 这个词都没有 这个概念是没有的 一直到19世纪 这个同性恋这个词才出现的 所以你说人的本性到底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 你就不能这么说是吧 它不是生理决定的 所以我觉得反正在这件事上 我是比较相信这个文化和社会建构的 文化和社会在建构我们的人性 谢谢老师 好的 我们这个好像都是年轻人啊 没有我们这个年轻人提问题吗 好像比较少人 他的年轻人比较多 我们要个后场的 后场那个 后场那个站起来的 好 站起来的 大家这个时间很紧 大家直接提问题 李老师您好 我看了您的人间彩蜜记 很多时候都是讲你自己的故事 在这个人间彩蜜记里面 不像您今天这个讲座 我个人感觉就是很多时候都是学术味比较浓的 而且您一直在低着头做这个系统的报告 我在想您是怕我们觉得害羞呢 还是你自己觉得有点害羞 不是不是 不是害羞 是因为我这个人 不大有那个脱稿 讲眼的能力 所以我必须得看着稿 另外您在这个人间彩蜜记里面提到 您有极强的个人交流的天赋 是不是就是因为虐恋文化需要很深度的亲密关系的建立 所以在这一块您也就是这一块天赋表现出来 另外我还特别想问一下您老师 我看您的《灵间彩蜜记》其实给我很大的力量 力量在哪呢 在您的真实 在您的通透 在您的人文关怀 所以我特别想问您 就是在您的这个同性婚姻中 您是怎么理解婚姻的忠诚 婚姻的忠诚 以及在婚姻中里面 您觉得就是哪些是可以放下的包袱 谢谢 提完了啊 请你老师 我有点没太听明白什么同性婚姻 就是忠诚 就是说这个 比如说异性婚姻中 是要讲究忠诚的 是吧 同性婚姻中 是不是也要讲究忠诚 是吧 我觉得那肯定是就是说 不管是什么 就是婚姻啊 它是一个长期的一对一关系 如果是婚姻的话 如果进入婚姻 它必须这个有一个忠诚承诺的 这个绝对是不允许这个婚外恋啊 所有的这个 我觉得所有的婚外恋出轨 什么小三二奶 或者什么这些东西 背叛 这些东西都是犯错误的 我是这么理解就是 就是说 所以 你如果要是不喜欢一对一的关系 你就不要结婚 是吧 现在 这个西欧北美 都已经有一半的人口 是不进入婚姻的了 那就是那些不喜欢一对一关系的人 是吧 整个这个婚姻 处于一种就是越来越少的人 进入婚姻这样一个状态 比如说 在匈牙利 只有12%的人结婚 这个88%的人是单身的 所以 既然你结婚了 那就是应该是忠诚的 就是绝对是一对一的忠诚的 不包括欺骗 不能允许欺骗 是吧 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大家看这个是保守还是开放啊 第 第几排那个男生 男生 好 我们这个男女平等权利好吗 谢谢 刚刚李老师讲到 虐恋需要一定程度上的亲密关系 那我想问一下 反过来 一段虐待 能不能够使一个非虐恋者 对虐恋者产生亲密关系 进而使他变成一名虐恋者呢 这个实际上你在说的是一种 就是非自愿的 就是说这个人被一个人虐待了 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 真的这两个东西简直是油和水 完全不是一回事 就是你比如说家暴 或者是这种真正的暴力吧 就是所有真正的暴力 就是那个受害者 完全是被迫的 不自愿的 这些东西跟虐恋一点关系都没有 虐恋必须是相互的这种约好的 自愿的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做一个游戏 是这个意思 绝对 那种家暴啊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陆 就是特有意思 那复联一奢企虐恋 好像就非常惊悚 就是他就是把那个虐恋当成家暴了 这不是一回事啊 这个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老师那我之前听说过一个叫做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现象 就是因为受虐而对施虐者 产生了一定的好感或者说爱慕 甚至是性上面的一些快感 那有没有可能因为这样一种现象 而使受虐者产生了由非虐恋者 向虐恋者的转变 这个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啊 他是从绑架是吧 他有几个要素 他有一个要素 有两个要素 一个呢就是说 这个被绑架的人啊 完全没有任何跑出去的可能 就是没有办法了 就是他被 他把他的那个能够脱离这种关系的门 给你关死了 不可能 再有呢 再有一个要素 就是说这个绑架的人呢 对这个 这个被绑的人呢 有一点那个亲热的态度 就是有一点亲热的 比如说给你吃一点好东西啊 或者是什么什么的 最后他们就 这个关系就变成那样的一种 好像 最后那些就是 那个案件的那些人出来以后 都好像不起诉他的绑架者啊 或者什么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非常 在一种非常极端的情况下 他如果说他 确实是 甚至爱上了 发生了感情了 对他的施虐者 是吧 这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他绝对不是 虐恋关系的主流 谢谢老师 因为时间的原因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 我们这边后半场没人是吧 都集中在前面啊 好 后半场那个女生 好 今天这个水平和提问都很有水平 看来都是真正的粉丝啊 我不知道我这个提问是不是有水平 就是我想问一下 就是关于同性恋的这个 这个文学作品方面的问题 就是老师您有看 就是您肯定有看过一些 就是中外作家 就是描写同性恋的小说 或者是作品 就你有没有对他们的手法 或者是情节 有些什么总结 因为我 我看的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我发现 就好像基本上描写同性恋的话 基本上没有好什么好结果 就是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就是对同性恋作品的 不是 他们写的就是同性关系 最后都没有好结果 就是没有说什么相伴终老啊 或者怎么样 就是比如说像那个珍妮侧的 《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里面 就是好结果的这个定义是什么呢 就比如说两个人相伴终老 我是这么想的 就是同性恋的关系里面 这个东西我还真是就是同性恋的小说 我看的很少 真的 一般的来说因为没兴趣嘛 就是 没兴趣 所以就看的很少 那么他们是不是写的究竟怎么样呢 这个我想他们还是应当说是好的同性恋小说 也就是有一次啊 王尔德是说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文学啊 什么这个流派那个流派 他说只有两个流派 只有两个派 一个是有一种 只有两种 一种是写的好的 一种是写的糟的 那我想同性恋文学 用它这个观点 我也是基本上这样看的 就是说 写同性恋的小说 它也是两类 有一类是写的好的 有一类是写的糟的 这个写的好的呢 它一定是 就是把那个人性写得非常的真实啊 非常这个深入啊什么的 嗯 我想应该这样的小说也是有的吧 就是同性恋 写同性恋的小说也是有的 那个 那个 而且有的可能都不是同性恋写的 那个比如说东宫西宫啊 王老婆写的东宫西宫 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同性恋电影啊 他自己是个异性恋 然后他居然写了一个同性恋的剧本 是吧 一个小说 那么我觉得像这种 他也就是说 如果他是一个好的小说家的话 他会把这个 就是 他里头所有的人的人性 写得非常的真实可信 啊 然后 那个 不管他是 同性恋还是异性恋 李老师 好 这个 因为这个时间原因 看还有这么多排队等签名呢 所以我们今天的讲座呢 啊 就到此结束 好 谢谢李老师 谢谢各位的参与